作曲 프로 作曲 王贊 有的東西並不是那麼快的可以達到 不是一步可及 不是三兩下就可以做好的 不管我做什麼 不管我用什麼媒材 去表現我的藝術 我都是希望能够做得跟别人不一样 做得比别人好 然后在表现的形式方面 表现的题材方面 都能够有一种心意 有一种创新的 让人家耳目一新的那种感觉 这个世界是很功利的 很急切的 每个人都急切地想要 要追求 要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所以没有人有时间 有力气 停下来好好的 做一件事情 把一件事情做完 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或是观念 恰恰 这些东西对艺术创作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 是非常重要 所以你必须得要安静下来 你必须要得好好地安静下来 好好的 画一张画 两张画 三张画 画一百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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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一种练习跟精神的投入 还有观看别人的作品 还有对艺术史的了解 建立起你自己的视觉经验 所以这个视觉经验就更广了 不是只有艺术作品而已 还有你的生活经验 还有你去看过的 你去旅行所累积的那些印象 对文化的了解 对艺术的了解 对历史的了解 那些东西都会变成是你艺术创作两份 然后支持你走下去 你去找他的那种生命力那种顽强那种不轻易屈服的那种力量跟精神 是一种温柔的野兽 私意的攻击 是因为它太具体的太真实了 所以我必须要把它画得很大 让它跟真实的世界有一点距离 让你觉得有一点错乱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同时必须要被表达出来的东西 就是要你去逼世它 然后它变成是一种 比较个人的语惠 个人的美学 有个人的对绘画空间的探索 这一方面的关心的问题在里面 否则的话 我觉得它不需要被再次的制造 再次的对描绘这样的意思 它就是要跟你看到的现实世界 有一定程度的不一样 有点脱离 这种距离产生的美感跟价值 我想要的就是在那里 因为如果这个画幅变得很大的时候 本来那么小的植物 然后忽然间把它放大 然后放在现实空间里面 造成一种空间的错乱 比如说它摆在生活的空间里面 我很好期待会不会对生活 造成一些时候什么影响 那种压迫感 那种整个把你要包覆过来的那种 要被淹没的那种压迫感 我的画有一种aggressive 在某一种程度上 它就是一种压迫 对有些人来讲 它会觉得 是会有压迫感 在小的空间里面看更是 可是它在大的空间 它也许会变成那个空间的一个 一个精神上的一个 一个散发的点 整个空间如果本来是非常暗沉 完全没有生命的 没有生气的空间 可能会因为这张画 放在里面 整个空间 忽然间亮起来 有一个生命力在里面 它是不是枯萎也不重要 重点就是我现在想要画的东西 它可以说就是一朵玫瑰花 一个杂草 一片叶子 但是同样这些东西都是一个 表达我的艺术的一个借口 我几乎可以讲 我现在是比较有人力 然后也有自信 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种境界 但是我们来说这道路 我们要证明 你的相当 我们要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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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reveal 我们要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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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靈感的問題 你要坐在畫前面 你要觀看 你要開始跟畫產生關係 視覺上的交流 情感上的交流 或是身體跟畫部之間的交流 慢慢地去產生這些連結 這些關係 然後進入工作的狀態 也許這個就是所謂的靈感 有些時候畫家必須有一種自覺 就是要保持一種非常理性 非常冷的心來觀看這些作品 有時候又必須要有一種 很樂切的渴望說 我要在上面做什麼樣的工作 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是兩者都必須要堅固的 所以把畫蓋起來 或是把畫丟在一邊 不要管它 這個就是在做這樣子的調適 色彩啊 還有空間處理的方式啊 還有造型啊 所有東西都是一種選擇 所以當你有這些選擇以後 久了以後就會變成 你個人的特質 你個人的品味 就形成你個人的風格 我用線來畫一張畫也是一種選擇 我選擇用線 各種不同的線 交織 重疊來完成一張繪畫作品 那也是我的選擇 有我個人的品味在裡面 有我個人對我想要製造的空間的效果 還有我想要嘗試的繪畫的問題 繪畫的一些元素 統統聘奏在一起的時候 這些東西形成比較很個人性的一種特質跟空間 你用那個線條色彩來製造疏密來製造一種調性一種氛圍 因為尤其是線條你看很多看起來好像是很規律的東西 可是在規律的東西裡面又有夾雜很多混亂的 不規律的思緒的沒有秩序的線條在裡面 那要怎麼樣把這部分思緒的雜亂的線條變成 規律的線條裡面的一部分兩個可以融合在一起 這個就是剛剛你講 我要反覆的觀看 反覆的確認 它到底是不是它的存在 是不是整張畫裡面合理的一部分 把畫畫的問題跟我的個人的精神層次的探索結合在一起 這樣的命題似乎是一個野心很大 然後對我個人而言是一個非常挑戰性的一個工作 重點是我可以整個人沉浸在那個工作的過程裡面 它讓我可以藉由繪畫跟現實生活跟外在的世界 有一種對話 有一種連結 最好的生存狀態應該就是我在工作室工作的每一秒鐘 我覺得這樣子的生存狀態是最完美的 我覺得是最幸福的 然後我還有繼續追索進步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當然是一種很好的現象 很好的狀態 我覺得可以 但是我也不那麼滿足 我還願意繼續的努力 繼續的追求 然後我還有野心 還有企圖心 想要做得更好 我覺得這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要有一種想要超越自己 想要超越全能的成就的那種雄心 尤其是我們這個世代的畫家 真的是需要要有野心 因為野心是沒辦法誠實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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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